Hello,大家好,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香港地道街头小吃 那就是丸仔翅 丸仔翅里面有很多材料,口感软硬都有 非常好吃,美味,难怪这么受欢迎 我先介绍一下做丸仔翅的材料给大家 有瘦肉,粉丝,冬菇,木耳,青鸡汤和鸡蛋 我会把所有的材料分量写在说明文里,供大家参考 在准备功夫上,为了令猪肉有点味道 我们最好事先用盐,腌它两三小时 冬菇,木耳也要提前三四个小时蒸泡 再把它们切成丝 接着我们把腌过的瘦肉拿去蒸15分钟 蒸好后待凉,我们再把猪肉分拆成肉丝 记得蒸肉时的汤汁要留下来 另外我们把蒸泡冬菇的水也要留下来 一会加入丸仔翅中 现在开始煮丸仔翅了 我们先加入500毫升的水 再加入500毫升的青鸡汤 冬菇水 还有蒸肉的汤进去 然后再把木耳丝和冬菇丝也加进去 把它们煮滚 待煮滚后我们再把肉丝加进去煮多两三分钟 这时我们可以准备丸仔翅的调味馅汁 调味料有盐半茶匙,糖一茶匙半 生粉两汤匙 我们需要用100毫升的水混合生粉来做个生粉水 一会儿会把它拿来调和丸仔翅的浓稠度 肉丝放进去煮了三分钟后 我们这时把糖和盐加进去调味 并且把粉丝也加进去煮至滚 然后加入两茶匙的老抽进去调一调色 加了老抽调色后 我们再接着把生粉水也加进去 调和丸仔翅汤根的浓稠度 最后我们把打匀的淡浆倒进去 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关火 我们的丸仔翅就做好了 在香港吃丸仔翅时 还会按照自己的喜好 加入醋、麻油和胡椒粉 不过现在街头也很少有丸仔翅在卖 大家不如试着自己在家里做来吃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